天禍丐幫, 洪老幫主已經在月前 在臨安府跪天 騰掌路, 幫主跪天是誰親眼見的 親眼見的就是這位楊公子 楊公子, 請你在各位兄弟面前 說說當日你所見的事 洪老幫主在一個月前 在臨安府跟王老邪比武的時候 被王老邪的女兒暗算身亡 各位兄弟 目前有兩件事我們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遵照洪老幫主的遺命 立本幫第十九代的掌門人 第二件事就是商量一下 你怎麼跟洪老幫主報仇雪恨 你怎麼跟洪老幫主有所見的事 你怎麼跟洪老幫主有所見的事 你怎麼跟洪老, 性命危在旦靜 在下怒見不平 把他藏在家中的地上 見過王老邪兩父女 並且聘請明義 把他識深診治 可惜, 可惜幫主他因為傷勢無罪 幫主在臨終之時 交了這支綠玉帳給我 叫我接任第十九代丐幫幫主 不錯, 楊公子手上拿著的 的確是我們丐幫治寶綠玉帳 大家不相信的, 儘管看看 為了本幫幫主世代商材陸玉盡 我尊從老幫主為名 奉立楊公子為本幫第十九代幫主 在下年興識淺無德無能 又豈能當此重任呢 楊公子 既然洪老幫主為賢 你何必這麼欠呢 我們丐幫所有兄弟 一定會齊身學歷輔助你的 不錯 幫主, 請上進 衝... 殺死洪老幫主的元兇雖然還沒被我找到 可是他的幫兇已經被我抓住了 請你把他交出來, 讓我們把他碎屍萬斷 就是他 請你把他交出來 不是 請你把他交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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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請你把他交出來 豈不是肯定 林鄭, 幫主面前 何時來對你說話 各位弟兄 簡直你日前 曾經對作下說過一句話 萬一他在燕源台大會之前遭遇筆測 兇手就會是楊康 大膽, 他已經敢串謀妖女 誣衊幫主 鵰哥 他就是殺紅幫主的妖女, 抓住他 快打住 請各位冷靜點 我以為這件事有點可疑 因為我曾經見過黃蓉 使出打擾棒法 而且不像是假的 老長老, 快走 老長老, 快走 老長老, 快走 老長老, 快去燕源台 老長老, 快走 老長老, 快走 你一面之前, 就送我們雙順 是, 我向蓋坡地位低伏 我知道我怎麼說 你們也不會相信 黃天造成 千萬保佑蓋坡 千萬別讓他來入奸圖之手 老長老, 老長老 楊凶 楊凶 你這個妖女快點續手就擒 要不然我就先殺了這個幫兇 幫主, 這個人不可以殺的 不是說我們不相信你 可是這件事事關重大 我們一定要長家審問查明真相 各位, 紅幫主根本還沒死 你現在是奸人的陰謀 我是幫主, 所有八代弟子都聽著 馬上來殺了這個妖女, 散開 楊, 你看不到我手拿著的 是紅幫主打過棒嗎 我一聲你們的幫主 蓋坡中環天下 想不到今天被人欺負上門 老陳王三個長老 已經先後遭遇不測 而黎長老也被人逼死 究竟為甚麼 就因為這個姓楊的 勾結鐵掌幫的人 早就以為紅七公死了 你知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他是甚麼人 各位兄弟 大家千萬不要聽這個妖女亂說 他就是大金國治王 袁銀雄的兒子, 袁銀康 好... 他安排這麼多的陰謀 無非想做幫主 統出丐幫南下 不要妨礙金國侵送陰謀 小心 怎麼回家 楊康, 如果你不是作賊心虛 又要甚麼暗示我呢 那到底誰是誰非 洪幫主到底是生是死 現在真相未明 我們一定要對你們兩位嚴加詢問 不過現在的當務之急 就要查清楚洪幫主的生死 各位兄弟 楊公子是我們剛剛立的新幫主 怎麼可以立的亂改呢 況且我們丐幫 列祖列宗留下來的規矩 幫主之令不可為 憶賊 這個妖女 謀害我們洪魯幫主 現在企圖脫罪拯救情夫 郭兄弟, 綁起她 以後延年康問 我卿有主理 你說我居然不便是非 難道你看不出你們奸狀陰謀嗎 大家保護幫主 放手 你們競金之下犯上 恐都給我停手 老長老 下族求劍幫主 老長老 老兄, 又說你死了 你們兩個快點放在郭大俠 是 二兄弟, 天有蓋放 保我大難不死 所以我這次趕回來 就揭發這個奸賊的陰謀 幫主, 現在別多說了 你快點派人去白石川 去救簡章路 如果再遲的話 我怕會遭求千人的毒手 你們兩個跟我去救簡章路 郭兄弟, 別讓他走, 上 娘姑, 你怎麼這麼傻 一個人找楊康呢 楊康, 你無可不喪 我這次無論如何 我也不會再搖輸你的 無數話好說 誠者為王, 敗者為求 我明知道失敗 一定會被這幫黑衣打死 不過, 要成大業就要冒險 男人大丈夫 應該是胸懷大字 只是跟著那個臭丫頭 如果我是你 早就坎頭賣場死了 楊康, 你... 洗髮 敗 екс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指麥 我是張景淳 立即subscribe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伸出了一條專門為底地而設的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